好我们这一小节讲原型模式 虽然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设计模式都说是不是很常用 但是我们该有的不准还是得有 这唯一少的一步就是那个经典应用场景 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太多 所以说我们就把其他三个给大家讲明白 首先概念 你在网上搜一些原型模式的概念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因为重新创建一个对象 开销比较大或者说不合适 这样的话需要通过原型模式 来根据已有对象 克隆出或者说拷贝出一个新的对象 大家从网上一搜就能知道 但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克隆自己生成一个新对象 就是已经有了一个对象了 我们还想要一个一模一样的对象 要一个一模一样的对象呢 我们按理说应该是new什么什么东西出来 但是new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开销会比较大或者说哪个地方不合适 那我们可以通过克隆自己的方式 生成一个新对象 这样的话会更快更合适一些 这就是这个原型模式的一个初衷 那扎话中呢 其实已经有了默认的克隆借口 不需要自己实现 这种事情呢 大家也不要精益 就是说设计模式 也不是单纯给我们开发者来准备的 它是给所有的程序员来准备的 所有的计算机编程人员来准备的 那设计java的这个人 肯定也是计算机的编程人员 那我们也可以用设计模式 那java自己底层的API 也可以用设计模式 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且越是常用的 越是经典的设计模式 越会被这些java 或者说javascript 这些默认的模块已经写好 供我们自己去傻瓜池的使用 大家记不记得在gqr中我们说过 gqr中那个观察者模式 它有一个cobx已经实现了 nord.js中呢 已经有了自己的那个自离音实践 它可以被用到很多地方 跟这个是一个道理 好在gs中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像原型模式 就是我们虽然找不到 这个java中的这个克隆 但是有一个是很像原型模式的 就是这个object叫grade 这个函数是es5中的一个基础函数 所以说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 也不是很陌生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了原型模式的一个思想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原型 是一个对象 大家记住啊 这是一个对象 不是一个函数 对象有个getname 然后有一个c 这两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基于这个原型 去创建了两个实例 x复制成object creator 然后这个原型对象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 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 y又复制成了object creator 这个原型 然后它也有自己的方法和属性 这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原型对象的一个设计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更抽象的层面 更高的层面说 这个就是原型模式啊 我们基于原型来创建出一个新的实例 但是呢 就是它如果对比Java的那种客栏的话 它不是能完全违和上的 这个不是很重要 因为设计模式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特别必须严丝合缝的 一对一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设计的一个指导思想 所以说我们没必要说 非得以说Java怎么实现 我们就怎么实现 只要是我们复合了这个设计 原型模式的这个思想 就已经是原型模式 OK 那我们简单写一下这个代码吧 因为这个object create 这个函数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演示一下 OK 我们到环境中把之前讲那个状态机 就是那个state模式 那个状态模式的那个代码呢 我们先把它都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简单写一下 就是我们先有一个原型对象 这是个对象 不是个方法 然后let prototype 复制成 有一个get name的一个函数 叫return this.first 加上空格 this.last 好 这是那个第一个函数 第二个函数呢 是这个say 这里面呢 我们接alert这个 hello OK 这是原型对吧 那我们基于原型呢 创建 x 然后接下来呢 是基于原型 创建 y 我们看一下 x 复制成什么呢 复制成 其实我们这个原型 可以写成这个不可变 const x 然后我们把这个 原型创建的一个对象 所以说 他肯定是有这个get name 和say 这两个方法的 好 y呢 其实也一样 我们为了演示呢 我们就再定一个y 那我们考过来之后 把这个所有的x 都给它改成y 当然这个ab的改一下 改成cd吧 一般重复了 OK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这是所有的代码 然后我们到控制台里边 运行npm run 第一位 稍微等一下 因为这是高启动 大家看 弹出了ab 然后hello 然后弹出了cd 然后又是什么hello 好 那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我们 执行这个 和执行这个 是完全成功的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x 因为我们刚才保存了一下 所以说这儿就重新 加载了 x和y 都是基于这个原型创建的 我们这中间讲的是 这个object create 这个函数 它是基于这个原型对象 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这就是一种 原型模式的一种例子 OK 那我们回到pvt中 我们再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对比gs中的原型 原型 就是这个product type gs的原型 如果大家不是很熟的话 这个地方一定要抓紧时间补 我推荐大家去学习 我之前讲过那个前端gs面试技巧 那门课 那门课里面讲gs基础知识 讲的是很多的 那对比gs的原型呢 首先原型你可以是理解 为es6class的底层机制 就是现在我们如果是 以es6class这个语法为准的话 它是一种es6class的 一种底层实现机制 es6class 比如说你刚毕业就开始用 但是呢 你就不知道它的底层是什么 它底层其实是一种原型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opiDag 的create 就刚才演示完的这个函数 它也是基于原型的 所以说原型对基础的 非常重要 但是呢 什么呢 class 是实现面向对象的基础 并不是服务于某个模式 也就是说 不管是java的class 还是es6的class 它都是面向对象的 一种最最基本的语法 它并不是说原型模式 才用的class 而我们这儿说呢 这个project type 它是class的一种底层原理 底层机制 也就是说 我们在探索到这个底层 es6实现层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es6的class 和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opiDag 的create 它都是用的一种 叫project type的 一种机制实现的 但是 再往上层来看 从设计上来说 那就不一样了 从设计上来说 class 它是一种 实现面向对象的 一种基础 它并不是什么什么模式 而刚才我们演示的 那个object orcreate 它就是一种 圆形模式的一种设计 它两者设计 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说 它是同一种底层的机制 来实现的这种原理 但是它的设计 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好 我们再往上来说 就是若干年后 es6全面普及 大家可能会忽略掉project type 如果是 比如说三年之后 五年之后 es6全面普及了 大家上来之后 直接就学es6class 大家可能就会忘掉 原来还有一个project type 虽然说 它是一种底层实验机制 但是也不排除它 我们往后es6的底层实验机制 改成别的了 不用这个原型了 不用这个project type了 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es6class的语法 是肯定会保留的 因为它是面向对象的 一种基础 而且啊 object orcreate 也会长久保留 因为它是一种原型模式的一种实现 它会保留 它会保留 但是这个project type呢 不一定会永远保留 因为它是一种底层实验机制 这个很容易就改掉 但是我们class的这种设计的方向 和这个object orcreate设计的方向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方向 大家明白了吧 好 这样就原型模式就讲完了 我们总结一下 概念和用意 概念和用意就是说 我们你有一个对象 开销比较大 或者说不大很合适 我们就用克隆来把自己 克隆成另外一个新对象 大家其实想想 前端gs中 我们并没有特别多这种 new一个对象不行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new来实现的 所以说原型模式的 这个用意场景不是特别多 然后实现方式呢 是通过克隆 当然我们用gs的object orcreate 也可以实现 然后gs的场景 就是那个object orcreate 那个函数 是比较代表性的 是否也没有特别 这种因素 这个 date 我